欢迎B2 五个人以华语和日语演唱这首心中的日乐 说说我是个小花样 你都让我忘了再想 你的真大只想 你的想会说话 你的话好像只对我说 所以开始没有传递 要匆匆匆的汹涌 我们曾经选择相逢 你也有点美的大意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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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久继续传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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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地泳 stepping成为了 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 你成了之后我一直围绕你 多莫想望望成为比较小的你 此刻的无人伤口 仿佛听见说爱你 对于这首五个人的一首心中的日月 我们来听听我们评审有什么话要说 先听听我们评审之一的九剑 其实我觉得今天你们还唱得不错 为什么要唱得 就是让我觉得有点头痛 不过要待会再继续看下去才知道 会不会很头痛 我觉得今天这首歌的 有点随性的那种口气 主音反而做到让我觉得还蛮舒服的感觉 有点小surprise 而且我突然也觉得 这个五个人的主音 你好像唱日语歌还蛮似模似样的 只是我觉得 不管如何啦 都不要放弃你们对音乐的执着 好不好 我相信以后如果你们遇到波乐的话 应该会有这个崭露头角的一天 谢谢 好 谢谢小松老师 因为你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 如果要做一个舞台上 这个团的表演 当然经验也要胜过一切 就每一次的经验都要变成吸收的 你们每一次 像过去我看到感觉 好像只是一个巴掌的力量 今天所呈现的 终于是把巴掌的力量 变成一个拳头的力量 那个可以一级命中 所以当然主唱我对你还是特别的关注 你今天唱日文的部分 就有点长得像日本人了 谢谢 但实质上来讲 今天你的表现最好 就在你同手同脚之后表现得很好 就是你的舞蹈肢体还是怪怪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好 谢谢 Kevin 今天那个日语的版本 好像是你们都在重复一样的歌词 是不是 被我抓到了 没有换的吗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今天的表演 只是开始的时候 主音歌手有一点小紧张 然后一进来的时候 还没有到我唱了 太快走上麦克风了 这种小小的细节要注意一下 You have to let go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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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三位评审 如果想支持五个人的话 记得他们的投选热信是 1900-112-6002 或smsb2到期1199